六张蓝色小朋友放在手上数一数 全民普发六千元 最快四月就能发放 但该怎么使用才能把钱放大再放大 六千元的领取方式有五种 其中不少人会选择用ATM 因为全台八成的机台都可以使用 但其实银行业者最推荐的是登记入账 因为不只最方便 如果拥有高利活存数位账户的话 还能赚取高利息 像是国泰世华 针对二十五岁以下 可想指定台币账户五万元内 百分之三点三七五的活存利率 纯网银LikeBring百分之一点五 至于绑定行动支付 台湾Pay接口等 都能享有至少百分之一的回馈 那如果你想更大胆一点 比如说像最近 最近大家在关注新贵的股票 那我们也发现说 像很多新贵要转上市贵的股票 在最近股价大概都有 五十到一百%的一个涨幅 至于定期定额购买ETF 国泰世华针对首次开立账户 推出最低一百元起扣方案 联邦银行New New Bank 想手续费1.8折 选择的标的专家则建议 像是高股息ETF 0056 00878 00713 都是可以分批布局 6000元大红包 毕竟只发一次 选择自己合适的理财方式 或许就能如同钱母生前 让自己的荷包越滚越大 东赛新闻 许千福一文台北报导